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景昊二十岁 然后身边带着一个六岁半的妹妹 然后妹妹有点遗传 妈妈的心脏病 再脱下去 会很麻烦的 赚钱做钱吧 景昊就必须得 想尽办法赚钱 给妹妹做手术 就妹妹的命 所以妹妹其实是景昊 在深圳一路打拼的最原始的动力 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孩子 但是她又不能够单单的只成为一个孩子 她又要当爹 又要当妈 又要当船长 还要当哥哥 所以在她身上有特别多的侧面 这些侧面 可能只有我在千禧身上能看到这种侧面的可能性 我们算是比较有默契吧 工作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顺利的 妈妈跟我说 有一部戏千禧哥哥也要拍 我就决定试试 我对哈林的爱意又增强了很多很多很多 淘气也淘气了很多很多 我看什么 很漂亮 看那个 闻岛对我很好 我过生日的时候 拍送我一个鸭子做生日礼物 就是这个 拍戏的时候要求很高 对摄影啊 对所有的调动这些细情的节奏 就必须得一丝不够 他第一个拍完就注意到了 然后他开始 空光跟微游戏 走光跟微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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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林 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经验 他的理解力非常强 当然只要给他说个情绪 情境 他就能非常理解 慢慢的那个节奏 看看他 你一直都在吗 恐怕害怕 你知道吗 害怕 你一直都在吗 住室酒一会儿吧 你一直都在吗 好 我一直都在 停 停 停 我很害怕 害怕是因为害怕哥哥走了 你们整理人 claims 这个倒下的状态 状态上溺溺 我觉得角色的共通性就是 他们真实 真诚 然后对这个世界 其实是有希望和憧憬的 对希望念经坚持 奇迹地相信和存在